哈喽,哈喽大家好 今天来给大家一些干货的硬信息 就是我,因为现在已经是8月份了嘛 所以说7月份的时候 葡萄牙全国就是上半年以来的房价 具体每个区分多少钱都出来了 我知道很多中国人都喜欢买房子 尤其是葡萄牙现在房子真的是一直在涨 尤其是疫情回来以后 虽然是黄金移民现在不能做了 但是很多很多其他国家的 因为我自己都认识很多德国人,美国人 然后还有法国人,英国人都在葡萄牙买房子 购地产 但是呢现在有个趋势 就是大部分的房子来葡萄牙移民的 就是欧洲本地的人 不把目标,也不把眼光集中放在里斯本了 而且看了更多的地方 比如说中部啊 比如说阿尔加夫嘛 阿尔加夫是旅游地 但是呢就从里斯本的阿尔加夫的过程中 有很多像西纳西亚 然后像阿兰特如啊 这些地方 然后还从里斯本到波尔图的过程中 比如说像杜玛尔 像克因布拉 然后像雷利亚 这些地方都是目前吸引外国投资人 尤其是欧美投资人的最佳地方 所以呢今天呢给大家一个详解 葡萄牙各个地方的房价总分析 OK我们开始吧 OK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表格这里呢 就是来先给大家讲一下 蓝色地方的呢就是便宜的 然后红色地方呢就是橙色地方呢就是贵的 它是便宜的 从最便宜的排到最高 贵的地方呢是从最贵的排到最便宜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这个叫做サブガール 187块钱一平米 你看这个这样说就是每一平米的价格 平均价格 サブガール是什么地方哦 我也不知道サブガール在什么地方 187块钱一平米 这个 这个买个地板也要这么多钱吧 真的是很奇怪的一个价格 然后呢 Vira Vista就是在北部 就是你看那个 上面那个蓝色的 最上面那些地方Vira Vista 是在那里 然后Idaña al Nuevo 我也不知道在哪里 你看它其实都是在边境上面的一些地方 然后呢就是很靠近中部的地方 是最便宜的 你看只要是靠海的地方 它还是比较贵的 然后再来看哈 Serdán Serdán 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在哪 这些房价真的很奇怪 349块钱一平米 这个 它这房子修起来 是多少钱 花多少钱修的 我想问一下 它有安全保证吗 然后 Aufrancdegg de Feir 也不知道在哪里 Vinadova de Forche Goa No idea Beramente 但是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 可以把这些名词看一下 然后在地图上去查一下 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在哪里 Vira Frank de Gampo No idea 然后你看这些便宜的最 我看有哪个地方 我是知道在哪里的 我看看 Aufrancdegg de Feir Shamushka No idea Puenza Mova No idea Dabuazú Dabuazú No idea Gouich No idea Mora Mora我知道在哪里 是在那个 就是靠近 Mora Mora应该就是在靠近那个 Evra那边的地方 然后 Evra Evra 应该就是那个 中间那个蓝点 我猜到 但是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Oliverisch de Fradisch Oliverisch de Fradisch No idea Vira Verde Hodang Nisa Nisa我知道在哪里 因为Nisa我去过 Nisa是在 离西的是比较近的地方 那边有些湖啊 就是有那个水坝的一些地方 这个地方还可以 这是一个农业地方 但是呢 其实它有水 虽然是湖吧 但是还可以 我觉得Nisa还可以 474也不算便宜 还可以 唯一可能Nisa这里面 这个卖价最便宜的地方 我可能唯一去过的就是Nisa吧 Mora应该也去过 Mora是在北部的 I really don't understand 好 我们现在来看那个贵的地方 贵的地方呢 就是看到是里斯本 里斯本的平均房价 已经到了4976了吗 4976是什么鬼概念呢 天哪好贵哦 里斯本房子 然后里斯本第一排名 第二的是 Kashkai 是Kashkai 14355 那还是里斯本啊 也是里斯本大区的 Aroca Aroca是在哪里啊 我都不知道 Aroca应该是在 波尔图那边 然后是 Grandora Grandora应该也是在 波尔图 Roré也是在里斯本 Roré的房价已经到3518了 Roré以前就是一个 这个Roré是南部吧 不是里斯本那个Roré 应该是南部的那个 海边的那地方 对不起 这个那就是3518 Ouelles Ouelles呢 也是在里斯本了 就是3252 它这里都是写着 用小区来标志的 波尔图 波尔图城区 你看波尔图它排名地几 1 1 2 3 4 5 6 7 排名第7全国 然后 拉鲁士也是在南部 然后就是排名前8的 就是波尔图 然后 里斯本 然后再加上阿尔加福 就是传统的地方嘛 就是以黄金移民 不让半的地方 然后再接下来 Castellumarin 我不知道Castellumarin在哪里 应该是在波尔图吧 但是从这个地图上面看 应该不是在波尔图 波尔图总共只有两个 红点 三个红点 所以 应该不是在波尔图 所以 应该是南部 如果没有去过真不知道 然后奥图菲拉 也是2742 然后再接下来奥迪威勒 奥迪威勒 是里斯本以前的奥迪威勒 是 就是 还有很多社保房 穷人住的地方 现在已经整个概念已经换掉了 奥迪威勒 已经能够在全国排名到 第十位 还是第十一位 2617 达威勒 不知道在哪里 法隆 还可以 2500 阿尔加夫的省会 然后 西尔维斯也是在阿尔加夫 马弗拉 马弗拉就是那个 中部那小一点 为什么马弗拉这么贵呢 奇怪了 马弗拉是海边 波尔图的 我觉得马弗拉这个价格很合适 马弗拉是海边的小镇 所以说应该是 而且我去过马弗拉很多次 马弗拉的房子 秀得特别好 感觉都好起来的 阿尔加勒才是那个小点 中部那个小点 2489 因为那尔加勒是一个冲浪的地方 所以 价格贵 因为全世界的人 都是那边有冲浪 直接合赛 然后有很多人在那边去练习 就还可以 普利曼也是阿尔加夫 罗德斯也是阿尔加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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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德斯 你看真的是 你看这个房产的价格 除了里斯文市区 卡西这边 然后 新特拉都没有排上 新特拉根本就没有排上 这个房产价格 新特拉的房子还很不错 还可以买的 但是新特拉就是 有一些区分 在新特拉 就阿玛多拉那些区分 治安不是很好 所以就很难有人去 但是到了新特拉 就是靠近皇宫这边的话 应该我觉得还好 治安就会很好了 你看大部分的地方 就是贵的都是在 阿尔加夫 然后那很大的一片 那个地方 Gastero Marlin 应该就是那里吧 就是从里斯本到阿尔加夫 中间唯一的一块 比较贵的地方 然后就是集中在布尔图 然后就是中部 克林布拉西都没有上榜 中部唯一贵的地方 就是 纳沙雷 纳沙雷是因为 他的冲钢 跟他的那个地域 就是有很大的 那个浪有关系 所以 这个基本上是 贵的排行榜 和便宜的排行榜 便宜的排行榜真的是 大家看到这个表格以后 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在哪里 都是在捏 具体都是在 就是中部 就是靠近 既不靠海 也不靠西班牙 既不靠海 也不靠 就是就不靠海了 搞西班牙近的地方 比较便宜 所以这个呢 是目前 这边 普代亚贵的地方的平均价格 和便宜 最便宜的地方的平均价格 那么接下来 接下来再看一个什么 再看一个什么点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边就是属于是 你看哈 平均的房子 卖掉 就是整 刚才我们是看的 平均每平米的价格 我们先来看一下 平均每一套房子 卖出去的价格 就是在一个地方 叫做 Vilafranca del Campo 刚才也有谈到的一个 就是25678 一套房子 这是平均价格 平均价格 这都不是小房子 就是那种中等大小的房子 哇真的好便宜哦 那地方是不是没有人呢 然后Morna是29462 Nissan 那个地方是36507 如果Nissan 我真的可以去选 它是在那个中部 就是南部 中南部 就是里斯本 到坎夏夫之间吧 我觉得那个地方不错 有河 有那个湖啊 什么的 还真的还是可以的 然后Shamushka 4万 然后这些 我看一下啊 这些排名里面的 哪一个我是去过的 没有 除了Nissan 以外 然后你看这里 然后它别墅 平均价格 是一个最便宜的是 Bahankush 33,000多一套别墅 33,000多一套别墅 20几万人民币 特别说不错吧 然后再看它那个 Bahankush Bahankush 8万块钱 这个真的是 不知道Frantera Nissan 7万多 然后呢 再看一下它的租金 租金最便宜的地方 居然是Bahankush Bahankush Bahankush Bahankush的房子 租金最便宜 为什么 Bahankush 还是一个挺好的地方 然后它的海港 什么都有的 Bahank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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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叫Pahankush 300块钱 这些地方 Bahankush 我去过 我觉得还挺好的 海鲜还挺好吃 Saya 不知道在哪里 Pahankush 一天就是海边 为什么才300块钱一个月 Arco de Vardes 不知道在哪里 Mira Guarda 北部 山里面 但是是工业重镇 租金384 Bahankush 400块钱 平均 就是因为 它都不是小房子 这还可以 然后Guvira Guvira 是在那个 CH 就是那个 也是旅游的地方 470 这都还可以 租金 你看发现没有 租金低的地方 并不是房价最低的地方 我估计那些房价最低的地方 根本就没人租房子 所以没有数据推统计 得不出来统计数据 才会这样 但是租金还是很便宜的 270 多块钱 一套房子 好 我们现在来转移 看到这些贵的地方 Lisabend 现在的平均房价 平均房价是 578555块1 珍贵啊 Kashikash Kashikash 排名第二 572856 然后呢 这是公寓的价格 然后是 Guvira Brava 这个我不知道在哪里 OL实际上也是 Lisabend 36万 然后波尔图 34万 Lore 这个应该就是在 这是南部的 刚才那个时候 它没有打符号 所以这个是南部的 33万6千 然后Gandola 33万 Mafra 这种房子 其实你看到后面 就算是最贵 Obidus也上榜了 Odivilla 它有很多是 人住得多的地方 还有很多地方 其实是旅游地的 Obidus 就真的是旅游的地方 然后再看它的别墅的 平均价格最贵 你都听到了吧 别墅卖的最贵的地方 居然是 Grandora 我要看一下这个地图 Grandora到底在哪里 为什么这么贵 让你填一下地图 Gandola 就怪了吧 就是在那个 从 就怪了吧 它也是在海边 但是 你看 在这里 看到来 在这个地方 这地方有啥呀 你看我真的要去 调查一下 为什么这么贵 平均别墅的价格 是126万7千 平均的价格 然后就是GashGash Gash的平均价格 是122万8千 Lisbos 有117万 但是我觉得Lisbos 这个价格 其实并不算贵 因为Lisbos 有别墅 其实很少 所以 这个价格 Lisbos的别墅 都是那个 硬通货 城市里面的别墅 OELA 也是海边 拉古西 这些都可以理解的 Grandor到底有什么 我哪天真的要去看一下 到底啥意思 然后Mazini 的别墅 46万6千 我觉得大家真的要去 看一下Mazini 它现在还在排名的 就是刚刚上榜 卖的最贵的别墅 Mazini 就是在波尔图的海边 这超好 那边的别墅 真的超好 真的应该 如果有兴趣的话 就要看一下Mazini 那边 我觉得真的是 值得观察一下 我自己都要去观察一下 然后就是租金 你都没想到啊 租金最贵的地方 居然是Gashgash Gashgash的平均一个公寓的租金是 1630 1630 1630 平均 哇塞 真的是 这个是葡萄牙两倍的最低工资 谁能在Gashgash住啊 然后是李斯文 李斯文的平均价格是 1427 然后是Augushet Augushet Augushet的平均租金 居然是1280 它是因为没有房子在租 所以绝对数字就高吗 怎么会 Augushet就是那个 大泽村那边的租金 怎么会这么高呢 我看了最近好像好多中国人 在那边投资 建房子 我觉得大家还是蛮有眼光的 眼神挺好的 1280平均租金 Augushet 这真的没有想到 像Oerasia这些 就是传统上面意义比较好的嘛 然后 Arget Arget在哪里不知道 Larget是南部 Fungshiao 然后是岛上 Mazini 你看Mazini 它的租金又很高 然后在它的售卖的排名里面 并不是特别高 所以我觉得Mazini 真的要好好看一下 Mazini 因为我最近刚刚去过一次 我觉得Mazini 还是很不错的一个地方 好吧 这个就是房租 比如说你要是考虑 买了房子 就投资做租的话 去做出租的话 这些是一些比较 就是关键的数据了 大家可以好好参考一下 好 我们再来下一个 好了 我们下一点呢 就主要是集中 回到里斯本和波尔图 我们来看一下 里斯本和波尔图 就是城市里面的区分了 在里斯本目前来讲 最便宜的区分是比亚图 大家知道比亚图在哪里吗 就是从那个 Prasa Comercial 商业广场一直走走走走 你看这个它地图上有标出来 就从商业广场去到市博的路中间 你大家从那个 如果从河边开过去的话 你看那最破的房子 那个地方就是比亚图了 所以它现在的投资潜力 还是很大的 因为里斯本市政府正在大兴土木 要改建这个区分 你想一想 Rica Plus Comercial 这种最豪华的 就是商业广场 一过去就是这种烂房子 就是感觉都是 就是感觉房子垮了那种 所以说里斯本市政府 是很大力量的 会搞环境搞美化 所以这边投资 现在房子还是便宜 也说Santa Clara是哪个区分来着 忘了 我忘了 Garnida是本费卡那边 然后这边呢 Garnida那个地方的房子 买到3149了 真的好贵 Marvilla Marvilla 3324 这是在里斯本的 最便宜的几个区分 我觉得Marvilla和Biatu 是真的很值得投资的 Marvilla就是 因为从商业广场到市博 河边一直走 就是两个区分 一个就是Biatu 一个就是Marvilla 所以这两个区分 现在都还是在排在 最低的排行榜上面 我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 然后在波尔图的排行 就是排名第一的是Compania 才1458 其实我觉得 波尔图Compania 就是从 你知道如果你去 坐过火车去波尔图的话 或者你开汽车也好 就是路过火龙球场 火龙球场一下去 那里就是Compania 我觉得那地方的房子 真的是很不错 因为它很旧 需要可能你改建的话 投资要比较多 但是呢 那个位置很好的 Compania那里 现在房价还这么便宜 所以波尔图市政府 也在这个问题 以前那边有很多吸毒的呀 然后很多那些 社会的闲窄人 等在那边游荡 因为火车站嘛 但是呢 因为火车站那边 人流大 很多人要饭的 但是这一年一年 过来的话越来越好了 很多房子空在那里的 我觉得 如果真的有一些 钱的话 应该去投资 那个地方 以后的投资 回报率一定会很高 然后巴拉牛市 因为波尔图还可以 不是特别熟 巴拉牛市 我不知道在哪里 Bomfim就是在那个 Boa Vista球场 波尔图有两个大的球场 一个是火龙 是波尔图对的嘛 然后一个就是 Boa Vista的那个球场 然后呢 就是在Bomfim那个地方 它那个球场叫Bomfim 那里其实是比较 现代的区分 还可以的 Hammadell 不知道在哪里了 Union de Francille No.5 Where is it? 什么叫做 第一号 巨委会 I don't know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看这个 几个对比嘛 然后在里斯本 最便宜的房租 也是在比亚图 你这七百多块钱 可以租到一套房子 然后呢 Santa Clara 然后Bena Franca Bena Franca 是那个真的老城区 在山上 交通不是很方便 你去上去的 你车都是那种 就是当当车 然后Benfica Benfica呢 就是问题是一个 有很多很多的 社会闲暂人 住在那边 有很多的那个社保房 所以它的租金 一直都提不上去 是这样一个问题 Ajuda Ajuda是旧的皇宫 然后旧的那些 比较老旧 但是呢 1112我觉得 已经是很不错的 Ajuda那个地方 房财蛮破的 然后布尔图 最便宜的租金的区房 是Baraño 然后是Bomfin Gambania 这些都真的还可以 我觉得Gambania 是 我觉得布尔图 现在看这个 我看这个分析以后 两个东西 是特别有 发展潜力的 一个就是Gambania 再一个就是 它的那个 Mazzini Mazzini 还是海边 然后看里斯本 然后卖的房子 就是平均房价 刚才没说到 就是一套公寓 里斯本 比亚图 最便宜 就是现在 里斯本 最便宜的房子 平均房价 是279500 Gambania Gambania 的房子才7万多 你看 才是三分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差不多是Gambania 就是最便宜的地方 是 那个 里斯本的四分之一 我觉得布尔图 真的Gambania 真的值得好好去看一下 这房子还蛮便宜的 7万多块钱 平均 而是平均价格 好吧 我今天就呢 好了 今天呢 就给大家 大概分析到这些地方 如果呢 觉得 这些信息有意义呢 那给大家 大家就点个赞 然后 然后 转发 分享 就这样吧 拜拜 everybody